那也有很多種刀的模式 那再來我們會去測量這個芯不會倒下去的方向在哪裡 那我們之前已經有綁了鐵 我剛剛有講喔,倒下去之後 它還會再爬起來 我們就要用繩子把它固定在鐵上面 讓它呈現一個45度角 45度角 45度到差不多55度之間的這個角度 因為太平,它可能很容易,它果實悲重的時候會斷 那你超在45度到55度角,這樣子的一個斜度 它的支撐力夠 然後我們繩子又綁在牙管上面 它就整個結實累累 整個就往上走了 所以我們在這樣看的過程當中 我會去目測大概上去的一個間距 甲駛已經很高了,我就是頗高一點點 好,甲駛不夠高度要倒那邊 我就要剖低一點點 但是絕對不要剖到超過地底下 我們至起碼要保留個15公分到20公分 什麼原因? 因為傷口 甲駛不小心來個雨 它的菌很容易到傷口裡面侵入 在倒珠的過程當中,下雨天不要倒 借機喔 倒下去的三天兩天會下雨也不要倒 因為雨水來了,靜就侵入到裡面去了 是這樣子 所以大概這樣子看,我們的一個取的一個高度 取的之後我們直接下去 這個叫金蕉刀啦 人家做橡膠的那種刀子很利喔 下去之後 手不夠力的話 你就是壓著 直接的下去 大概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下去之後 我會稍微給它扭動一下 它完底就切切了 你扭了之後 它的水會把它稍微擠出來 然後 在扭的過程當中,你就手指翻開它了 對不對 然後慢慢的要你的方向下去 然後葉子會卡到,稍微撥開一下 然後葉子會卡到,稍微撥開一下 手指頭稍微處理 這樣丟完 這叫一隻刀法 我們這個地方 它的受傷的程度 就沒那麼大 肥害刀就沒那麼大 到時候它從這邊行不來 它會再從這邊長 剛好是在這個方向 在這邊行不行 不行喔 因為它假使這樣上來 在這個方向 這樣上來 我的綁的支撐力是不夠的 從這邊上去 因為這邊有督條 這邊綁 它是比較有支撐力的 所以一定要 跟牙管起 或是超過牙管 上去 就最漂亮 到時候它會長成 我們用繩子從這邊綁了 它到時候長是長成這樣 它會爬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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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這種方式在撥 來 再叫各位 進去 來 進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